所以你看法国要推动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然后俄罗斯又表示一个理解 中国这边也够买武器 它就是把各方的利益放在平衡点上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方文面对面 最近大陆运20向塞尔维亚运送了一批 运送了三个营的FK-3防通导弹 这个引起了大家的高度的兴趣 有很多网友在问 中国还有很多好的武器 比如歼10 歼10C 人家巴基斯坦都卖了 那么塞尔维亚为什么不买中国的歼10C呢 但是有消息说 塞尔维亚准备买欧洲的台风 法国的阵风 那么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请小飞先生 对塞尔维亚对进口武器装备 他们都有哪些战略考虑呢 请小飞现在你来进行一个分析 对 我也觉得塞尔维亚也挺有意思的 他实际上购买阵风的谈判 是2019年就开始做我们这事了 应该说挺久 而且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呢 他应该说是在强临环次的一个情况下 周围这么多国家 很多比他强 他自己经济不是很发达 而且经过科索沃战争之后 他实际上在欧洲做一个很另类的身份 到今天因为科索沃问题 欧盟看他还是有一点点别扭的 而且呢在这个俄污问题上 欧盟也收了 说你呢这个是想积极参加欧盟 我们也愿意敞开怀抱 但是有一个前提 你必须要制裁俄罗斯 这是欧洲唯一没有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 对 他说你要制裁俄罗斯 怎么才能收你呢 但是双方才保持积极的态度 所以你看到这个塞尔维亚 在目前就是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时候 他会特别考虑一个 怎么保证自己的平衡 对 那么他我现在如果说我全班的去照搬这个中国的武器 对我们这个军火销售来讲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宏观战略上来讲 那么塞尔维亚在中国这个利益上一直保持的关系不错的嘛 他在欧洲也是替中国发声的 如果说他能够跟欧盟国家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即使他购买一些中国武器 也不会引起欧洲国家和他的敏感性态度 而且我们的声音也能通过这个塞尔维亚 在欧盟内部成为一个我们的声音 这是一个融合进去的过程 但如果塞尔维亚表现出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倾向性 偏向性的话 他加入欧盟可能会更难 那么也没准反而是自己断绝了一个 我们在欧盟寻找代言人的这种可能性了 也就是说这是人家的生存之道 毕竟你是生存在欧洲嘛 你就得和周边的国家把这关系呢搞融洽了 不要产生太大的矛盾 包括刚才前段时间就是在俄罗斯 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代表资格嘛 就是我一个终止的投票问题嘛 那塞尔维亚投票是赞成终止这个资格的 按照咱们的很多理解 塞尔维亚是属于被刺 从背后捅了俄罗斯一刀啊 俄罗斯什么表态 哥们理解 你也不容易 对吧 你现在如果是投了一个反对票 弄不好你也被制裁了 何必呢 所以俄罗斯意思就是 你现在对我这个态度 我们是理解那些被迫的嘛 很没问题 这是大国的智慧啊 因为什么呢 你多一票少一票 没啥区别 没啥区别 你看莫布罗就投一个赞成票 这样的话呢 还有利于你做一个中间桥梁 或者呢 有利于我们两个国家处理好关系 如果说塞尔维亚被牺牲掉了 那么他就没法使用科罗地亚那个石油渠道 向俄罗斯进口石油 对 那我现在要这一票没什么用 我反而是保住塞尔维亚的地位 我可以继续出手石油 而且呢 还动声化声音 再说这个事情也挺好玩的 就是出了这个事情之后 塞尔维亚还反复表示我跟俄罗斯关系没有恶化 我只是被迫投票 自己都说了被迫投票这句话了 然后法国那个马克龙也过来说 咱俩关系也不错 以后呢 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这事 是法国的优先这个事务 那阵风真不是白买的呀 这阵风就有效果的呀 所以你看法国要推动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然后呢 俄罗斯又表示一个理解 中国这边呢 也购买武器 他就是把各方的利益 放在那个平衡点上 所以购买武器他不单纯是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 他牵涉到大国的战略 牵涉到地缘政治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塞尔维亚人家做出的选择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放我面对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